公主《论语圣训》第一册 第46页 实习之训中训 断世欲 让心性清静 感动天地 众人也会佩服你 以身世道 振兴诚意 待人出世 轻功又有礼 大气量 能包容一己 圣心恋 莫忘失本体 艳明品格 诗的心与徒儿在一起 不分离 徒儿莫忘记 自己在佛前的愿力 低心下气 认真学习 在家行孝涕 出外要真诚有信义 能够脚踏实地 慈悲的心开启 佛菩萨是我和你 佛菩萨就在这里 调记 来隔通 南极新翁 慈悲足语 我们都要学习点传师 他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 有没有叫你给他钱呢 后面不要讲话 注意听 像你们读书 上课 都一直讲话 老新翁 保证你成绩一定不好 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能很认真 很怎样 全心全意 才能有一个很好的成绩出来 一边煮菜 一边看电视 菜都烧焦了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们做事情 就是要专心 不要一边做这件事情 心又跑到另一个地方 很不好哦 这个要反省 乖 老新翁告诉各位 你们点传师说 绣到越修越年轻 那我们看看你们点传师 有没有修得很年轻啊 来 站起来给大家看看 有没有啊 吃灾吃得很漂亮 是不是啊 不是只有一个哦 通通吃树的都很漂亮哦 你也是 对不对呀 像观世音菩萨那么漂亮 像观世音菩萨那么慈悲 那你们要不要 跟你们点传师学习呀 要不要 要 第四十八页 记公我佛慈悲足语 我们修道 不是说一定要怎样 什么东西不能用 什么东西很节省 不要这样哦 该用则用 该省则省 只是一昧想要学习 前人辈的精神 而忘了时代的背景 这样就不够活泼玲珑 我们刻苦耐劳是要的 但是我们办到要让它进步 现在很多工具可以方便我们 我们要去善用它 你不能说骑脚踏车去成全别人 这样是刻苦耐劳 但是土耳 你忘了你的时间 就浪费了 精神很好 但是助法可以改变 你们点传师不用你们的钱 来到这个地方 牺牺牲奉献 为的就是要让大家明了道理 帮忙每一个人家庭能够和好 帮助每一个人观念能够正确 人生过得很快乐 现在你们点传师 要邀请你们回来听课 一个礼拜一次 点传师如果决定什么时间 那天就不要看电视哦 大家一起回来佛堂听道理哦 你们你看点传师来了 他肚子里面有很多东西哦 要把他的宝贝都送给大家 能够学习的人自己有福气哦 好不好 好 很好 老师刚刚就跟大家讲咯 我们听道理 刚听回来就忘记了 但是常常听 比如你认识一个朋友 刚开始记不住他的名字 但是常常见面 久了 是不是就记住了 那我们听道理 一次两次记不住 但是如果常常听 久了 就能够记住 听懂吗 懂 让道理很熟悉 就像你跟你的朋友很熟悉 熟悉了 交情就会很好 那徒儿跟道理很熟悉 就跟谁很好啊 就跟仙佛菩萨很好 你们要不要跟仙佛菩萨做好朋友啊 要 那就要常常会来听道理 好不好 好 第四十九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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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